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会被小荫幕取代 我希望电影永远永远地存在 黄秋生 白日青春 讲话 我等了这个金马的男主角好多年 我最想告诉我妈妈我终于得到 可是我妈妈已经不在 我们一起哭好吗 好像新的导演对我来说好像有点运气 我以后拍片都找姓导演 首先我想谢谢彩姐 然后谢谢柯仁东 还有韩希跟波瑞 好 我们帮出去要拿一下奖子 还不能走 讲一下那个得奖的心情 我刚刚不是讲过吗 讲太短了 所以让你来这里补齐 其实就蛮幸福的 我觉得就是我可以站在舞台上 看着在座的各位照面前 我会记住这一个woman 阿嬷应该是创下金马奖史上最年长的得奖者记录 年纪那么大了还肯定我有这个奖 真的很感谢大家 今天踏入这个殿堂的时候 心里是相当激动 对 然后自己准备的感想都忘记 所以刚刚整个就当掉了 你把老爹丢在家里 自己因为我出去玩喔 我每天都是死啊 尿啊这样 关在家里啊 跟在监狱有什么不一样 我那是李中二昨天晚上要死掉 对 对 吃老爹 他要看你们有没有空 是不是 这一路不会送 不用感情 不用哟 不用哟 怎么会来的 我看 真相未明 九向暗 人工人 宣述离奈 真感到 总是感到这个竞争 不过 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 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好 谢谢我的爸妈 他们在电视机前面 还有谢谢我的父亲 这个是小了点 不过我先住住的 都挺好啊 有只餐 冷气没坏 开拼